詞曲 李宗盛 下面我們要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青少年慢慢長大了 他的人生的關係不只是家庭了 很重要的一部份是同儕關係 那我們就會換個主題 然後我要來問大家一下 你覺得同儕重要嗎 我相信你們都覺得同儕很重要 同儕為什麼重要 請說說看你覺得同儕為什麼重要 同儕有什麼功能 我可以說叫他Role Model 就是你有很多的好榜樣 就是因為同學做得到 就是見賢思期 還有沒有 學校裡的支持者 支持什麼 拿考古題嗎 情緒支持 面對人生的看法 你記不記得講Self-Understanding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說同儕像一面鏡子 有機會讓你做Self-Clarification 對不對 我們說同儕是一個Social Miral 然後讓你做Self-Clarification 然後讓你去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 等等這個 同儕的互動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部份 還有沒有 我們可以說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 Emotional Support 擴大 就是通常我們在講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是一個 在心理學或在社會學裡面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 那我們在講Social Support 時候呢 除了情緒的Support 之外呢 還有一種叫做Information No Support 訊息的知識 什麼時候考試 老師上課講了什麼 然後借借筆記 什麼 這些都是Informational Support 然後考古題 當然也是Informational Support 然後再來 青少年心理學沒有考古題 然後呢 再來 再來就是說 除了Information 跟Emotional Support 還有一種就是 Instrumental Support 工具性的支持 就是比如說 你真的需要幫忙了 你需要搬家了 那你要搬宿舍了 同學會出現 然後就是比如說 你真的到了月底 家裡錢寄不來了 同學幫你 陪你一起去 找地方去吃飯 或是什麼 等等 那這些是Social Support 他其實可以再細分 我們知道 同儕有這麼多 不同的可能性之後 那我們要講講看 有什麼樣的 Peer Relationship 的理論 那我們講兩個理論 一個 我們講的是Piaget 的理論 另外一個 我們介紹的一個人 叫 Harold Sullivan Piaget 的理論是這樣的 我們說 Piaget 它其實不講 太多的社會互動的關係 但是呢 你可以去這樣子想 就是因為同儕跟你 是 Symmetrical 是平行的 是平等的 因為是 Symmetrical 所以我們說 Piaget 在講同儕的時候 他用的這個字是這樣 剛剛講家庭 講父母 是上對下的關係 可是 從同儕來講 因為他是 Symmetrical 是對等的 然後互相 互惠的關係 這個對等 互惠的關係中 當同儕給你的 feedback 你就會仔細審視他 因為他是跟你的平等的人出現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同儕給你的 feedback 如果跟你自己原來的 想像 對世界的想像是一樣 或是不一樣的話 就會給你很大的衝擊 一樣的你會做 assimilation 不一樣的你就會做 accommodation 那甚至在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講道德發展 這樣價值觀的發展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 因為外界好多好多同儕 都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而讓你有所謂的 disequilibrium 所謂的不平衡 而必須要做 reorganization 要做重新的思考 你的世界觀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 所以這是Piaget 在講 這個同儕關係的時候 他會提到的 小小提到一點 就是因為 因為平等的關係 而讓孩子有很多的機會去 真正實實在在的去 從那個時針的經驗中 會去調整了自己的認知架構 或是社會認知的架構 那第二個理論是 Sullivan 的理論 Sullivan 是一個 Neo-Freudin 是一個 Neo-Psycho-Analytist 是一個所謂的 新弗洛伊德學派 所以他是跟 Ericsson 是一樣的 是屬於這個 新弗洛伊德學派的 那他覺得 所以他的理論就 覺得說我們的人是 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有很多基本的社會需求 而且他說這些社會需求 他有另外一個叫做 Interpersonal Needs 是基本的人際需求 他說我們的這些 基本人際需求 都需要被去滿足 那才能夠 就是成為一個 在情緒上面是一個 emotional well-being 才成為一個完整的 而且健康的人 所以他有一個 developmental trend 他有一個發展趨勢的說法 請你翻到 304 頁 好 304 頁在 Friendship in Adolescence 那個大標題底下的第二段 你看到這個人 Harry Sullivan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一個人 一個人都有一些 basic social needs 有一些 interpersonal needs such as 在第二段的第三行 最後 such as 像什麼呢 第一種叫做 the need for secure attachment 不過他只是 那個課本上 用 secure attachment 直接讓你看得懂 Harry Sullivan 那個時代 還沒有安全意念這個名詞 所以 Harry Sullivan 其實 在剛剛開始講的時候是 他的第一個階段 是所謂的 tenderness 就是你被別人溫柔的對待 這是他的原文 是說你被別人溫柔的對待 tenderness 然後他說第二階段 階段是 play for companion 我不抄了 你書本上接著下來 就是他的原始名詞了 第二個階段是有 play for companion 然後第三個階段是 social acceptance 要被社會接受 第四個階段叫做 intimacy 親密關係 那這裡的親密關係 指的並不是 情侶 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 比較是 你到了青少年期 你有很多好朋友 你們互相之間非常的信任 然後非常的忠誠 不會隨便把秘密跟外人講 所以對方可以跟你吐露很多他心裡的秘密 然後最後是 sexual relation 到最後一個階段 所以在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社會需求 互動的需求 而你在每一個需求中 都要慢慢地被滿足 那如果說你每一個階段被滿足的呢 他就是真的用 feeling secure 這個字了 你如果被滿足就是有 security 你如果不被滿足 你就是有 anxiety 就是 就是每一個階段的每一個需求 滿足的時候你就覺得很安全 然後覺得 覺得自己是 ok 的 可是如果說 很挫折 因為別人不理你 你不接受你 或者是你的 companionship 沒有一個好朋友等等 都會讓你覺得非常的挫折 然後非常的焦慮 然後他說 這些慢慢的一個一個階段的累積的經驗呢 會讓最後這個一個人 就是當所有達到的時候 你才成為一個完整的 identity 才會出來 然後才會有好的正向的 self esteem 才會那個至尊以及 identity 才會就是完滿的發展 所以呢 特別講青少年期 青少年期所在的階段 就是 要有一個 meaningful 的 intimacy need for intimacy 就是你們書本上講的 就是在 sexual relations 的前面一個階段 intimacy 就是好朋友 親密的朋友 能夠戶土心生 自我揭露的朋友 然後信任的朋友 不會隨便把你的秘密告訴別人的朋友 這些都很重要 就是青少年期的 需要被滿足的部分 那如果不被滿足的話 其實就會有很多負向的結果 那這是 簡單介紹 Sullivan 的理論 那因為 Sullivan 跟 Erickson 很相似 所以我也介紹一下 Sullivan 的理論裡面 我只要把 Erickson 的理論翻出來 跟你講 你就知道說 他在對於他的階段論 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第一個 就是 他雖然是新佛洛伊德學派 他雖然是佛洛伊德學派 但是他跟 Erickson 一樣是 新佛洛伊德學派 所以呢 他也強調環境 就是沒有像 沒有像佛洛伊德一樣 這麼 Biological 所以他的第一點 跟 Erickson 像的地方 就是他雖然是 心理分析學派 但是沒有像佛洛伊德 那麼 Biological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他也是從 Stage 的角度 去看人的發展 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人的需求是不一樣 然後我特別告訴你 青少年的重點 就是 Intimacy 然後第三個 是 發展的結果 不是 Early Determinism 是永遠都是 Changeable 是可改變的 人的發展是可改變的 你前面的 哪一個 Interpersonal 的需求 如果沒有被滿足的話 那你在之後 如果能夠有機會去 重新 找出這個機會 然後去重新思考 重新 Work on it 的話 他其實是有機會 能夠完整的 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那最後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先來問問看大家好了 剛剛講的是 Peer 的正向效果 請問一下 同儕關係有沒有什麼負向的 給你帶來什麼負向的 不愉快的 然後造成你發展障礙的 一些可能性 同儕有沒有任何負向的影響 你覺得或是 對你自己 或是你認識的人的人生 好 霸凌 這個我們會 下禮拜會花時間講 就是最後一節課 上次我們有特別去提 peer relation 就是同儕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同儕對一個人的好處 那我們今天要談 因為同儕不一定是對人好而已 同儕其實有一些負向的效果 所以你覺得 在你從小到大成長的過程中 同儕有沒有給你什麼壞的影響 負面的影響 來 大家講講看 覺得朋友是個負擔 好像不能這樣講 可是總是有一些 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會讓同儕可能會是一個負向的影響 如果你的想法跟別人不一樣 你不敢講 然後這個其實in general 就是如果別人做什麼 你好像就非得跟著去做 那這個其實是 所謂的 peer pressure 同儕壓力 或者是 peer conformity 你不得不要服從同儕 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經驗 是 同儕要做什麼 結果你不想做 可是你非得要做的 就是聚餐要花很多時間 有時候念書的時間會被打擾 然後有的時候聚餐 花很多錢 因為可能去很高級的餐廳 那這都可能是問題 那你們在大學時期可能還好一點 我最記得我曾經有個研究生 他在他的碩士論文的第一頁在寫致謝的時候 他第一段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其實很想先謝謝我自己 因為我在過去的兩年中 我為了要能夠即時完成這個碩士論文 我犧牲了非常多的同儕聚會 尤其是大學班上的同學 常常一起出去 就是大家要互相吐苦水 因為在寫碩士論文要互相吐苦水等等的 所以他就說他為了要早一點拿到這個學位 然後 早一點開始工作 所以他就犧牲了很多這樣子的一個聚會的機會 但是他的確也 就是完成了學位是比別人早一年 所以那時候我常常笑 就是笑他 我說 當別人還在 苦苦的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你的碩士論文已經發表了 已經就是published 真的是published 所以就是他的辛苦是有代價的 那就是你要認清你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那有時候是犧牲掉一些這個 就會得到一些那個 那怎麼樣在人生中達成平衡 其實就是因為peer pressure 的關係 需要人要開始在自己做決定 那這還是小事 那比較大的一個經驗呢 我曾經聽過一個經驗 是我的一個朋友 那他覺得說在美國的教育比較自由開放 那孩子有比較多的學習機會 所以他在孩子高中的時候 就因為有一些可能性 他就把孩子送到朋友家 然後在美國念高中 那可是 就孩子因為在高中的時候去 那時候是最最最最 最需要同儕的關懷 以及這個同儕之間的交流的 那他在那個時間點上 把他的孩子送去 就他說他回來的 就是孩子中途回來的時候 發現孩子開始抽菸 那他就心裡很難過啊 我把你送去一個好的環境 裡面比較開放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希望你拿到一些壞習慣 可是這孩子就跟他講說 我是一個minority 在那個國家裡面 然後我又是從別的地方來的 那我後來發現說 我如果趕快學會抽菸的話 我就可以至少有一群抽菸的朋友 那我就可以能夠就是 那個跟大家在一起 那其實在美國其實吸毒啊 或者是很早的進入性關係 也是這樣 尤其是男孩子 大家會比說誰先有這個經驗 這樣就在青少年期 變得說男孩子在有一個 有一個壓力之下 特別去做了這件事情 或是說 因為一個特別的壓力之下 大家跑去到了 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開始跑去到 便利商店去 隨便去偷東西 然後比比看說誰偷的東西大 然後大家覺得好玩 覺得 沒什麼就是一些小小的這個事件 但是問題是說 其實這樣子就是讓這個同儕 他因為受到了 青少年因為受到了同儕的 peer pressure 造成他反而誤入歧途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peer pressure 尤其是對於那些 low self-esteem 尤其是對於那些 就是自尊比較低的孩子 尤其是對那些 social anxiety 很害怕沒有朋友的孩子來說 他常常就會開始做這些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 剛剛開始只是一些小小的原因 比如說 我怕被同儕拒絕 然後他慢慢的走到那條路上之後 他有可能的是 他的整個的 value system 就是因為跟這些朋友待久了以後 他的整個 value system 可能就改變了 覺得什麼可以 覺得什麼不可以的概念就改變了 那前幾年在台灣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做 猛假 那我想可能很多同學可能還看過 不曉得你那時候多大 那他就是一個孩子 他到了一個新的社區 然後發現別的孩子不認同他 那慢慢的就有一群比較 就是偏離主流的孩子 把他接納進去之後 他們就變成了一伙 然後這些孩子 他們因為做了一些這樣的事 被 搬上 或者是說一般的同儕所不容 那被一般的同儕所不容拒絕他們之後 那這一群 偏離主流的孩子 他們又更聚在一起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這個惡性循環 反而就會讓他們的價值觀 又更開始偏離 然後這樣子就慢慢的離 離這個一般的 正常的道德觀價值觀 就離得越來越遠 所以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存在的 好 那我們請你們看到一下書本上 在299 頁 好 299 頁的上面 第一段他就有提到這些 peer pressure 等等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會翻到這一頁 我們再看438頁 好 438 頁 其實已經講到了後面的 psychopathology 但是我為什麼要請你看438 頁呢 就是其實在同儕關係裡面 如果這些孩子 常常常常都在做一些違反行為的話 那他其實面對的就是一個 所謂的 externalizing problem 在438 頁的中間 有兩個黑體字的名詞 好 那我話說從頭 就是當我們在講 心理病理的時候 有一般成人的心理病理 以及所謂的發展心理病理 就是當我們在問孩子們 他們就是在發展上面 兒童跟青少年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 臨床上的 這個心理上的症狀 症狀值得注意的時候 這個很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叫做Eckenbach Eckenbach 就是在兒童 臨床心理學界非常有名 為什麼 因為他告訴我們說 他用很多時針研究告訴我們說 在大人的心理病理上 你可能可以去分 他們比如說是有 思覺失調症 他們是有焦慮症 他們是有憂鬱症 他們有躁鬱症 各式各樣的 違反行為的疾病等等 可以去分類 可是他說其實 你如果回歸到 兒童跟青少年的時候 你很難把孩子 很清楚地分到 一類精神疾病去 他說其實對孩子來說 最好的分類方法 是把他in general 分成兩類 一種叫做 外化性的行為問題 叫做externalizing Behavior 那一種叫做 內化性的行為問題 叫做internalizing Behavior 所以這些同儕壓力等等 有的時候慢慢慢慢演變 有可能孩子會變成 所謂的外化性行為 外化性行為像什麼 外化的意思其實就是 很明顯就比如說 小的是在學校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 行為是叛逆的行為 然後或者去攻擊別人 或者是說 就是一些delinquent的 那個行為出來 就是比如說去 破壞別人的東西 或者跟老師頂撞 然後慢慢慢慢地 走向很多的犯罪行為 那這個叫做外化性行為 那所謂的內化性的行為 就比較是憂鬱 焦慮 等等 這種比較內在的 就叫做內化性行為 所以呢 這個Eckebach就說 當我們在看 兒童跟青少年的心理病的時候 其實用外化性行為 內化性行為分成兩大類 其實是比分成更細部的 行為是更有道理的 因為他們之間的 那個內化性行為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 你有時候 不能夠分出 到底是焦慮還是憂鬱 那外化性行為 你不能夠去區分說 他到底是去破壞人家的東西 還是頂撞 還是真的做出一些違反行為 等等 所以就是 這些其實是 直接分為兩類 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發現說 如果是 同儕的話 他們有可能會帶領著孩子 走向了外化性行為 這是一種可能性 可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除了peer pressure 可能造成這些的 外化性行為的話 其實 同儕的原因 也可能造成內化性行為 同儕的原因 為什麼會造成內化性行為呢 有一個可能性 也是peer rejection 比如說loneliness 他交不到朋友 他覺得落寞 他覺得寂寞 這種loneliness 可能會跟他的內化性行為 跟他的 anxiety 跟他的 depression 有關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朋友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上次已經講過了 青少年的憂鬱的 疾患的比例很高 如果說你有一個朋友 你有一些朋友 是自己有憂鬱症的 那你會很想幫助他們 然後就變成說 你會跟他一起 反除 你為了幫助他 跟他一起反除 就是所謂的co-rumination 因為co-rumination 的關係 讓你自己 也陷進了那個 憂鬱的圈圈裡面 然後兩個人就是 互相餵給對方一些 憂鬱的形狀 然後不斷地去 就不斷地去翻攪那些 憂鬱的狀態 那造成就是 兩個人一起陷下去 所以我們會說 在同儕對於青少年來說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你一定要有朋友 朋友對你非常重要 但是問題是說 他還是有很多的risk 就是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ternalizing behavior 的方向 都是有可能的 那要怎麼樣去避免呢 其實就有很多的方式 應該是要去避免他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中間會跳到一大段 那我把同儕裡面 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想要先把它講 免得 免得講不完 所以我們 中間有一大段的 關於同儕的內容呢 我 先不講 我先把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們講完的部分 先說 那就是我現在要馬上去跳到 peer status 這個issue 那peer status 我們也可以叫他 social status 可是我不希望把大家 帶到social status 好像是社會地位一樣 可是這其實就是同儕 在同儕的團體裡面的 社會地位的issue 好 那我們去看peer status 其實我們要看的 說穿了 說穿了就是上次 當我介紹Sullivan 這個psychoanalytic theorist 的時候 我曾經說他 他很關心的是一個人的 interpersonal need 有沒有被滿足 那在Sullivan 的理論 interpersonal need 被滿足裡面 他就會講 說在孩子在每一個時間點 在發展的過程中 他所需要的 interpersonal need 在有一個階段 其實就是被社會接受 被他的同儕接受 那說穿了就是人緣 就是你是不是受歡迎 那我們講完了 這個受歡迎程度之後 有一長段之後 我們還會講到友誼 friendship 那友誼跟人緣 是不一樣的兩個東西 那我們先講peer social status 他有很多的測量方法 那我們通常叫這些 測量方法 叫做social matrix 我們把它翻成社會計量法 社會計量法 當然是有很多的測量手段 那比如說在 preschool 當孩子還不會回答問卷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些測量的方法 但是因為我們講的是青少年 所以我們不會提 那我們只會講到了青少年期的時候 social matrix大概分兩種方法 那一種是 rating 當然就是做問卷 但是真正 大家喜歡 更喜歡用的方法 叫做nomination 叫做提名法 那提名法是怎麼做的呢 提名法通常需要的是 一個封閉團體 比如說班級 那在一個closed group 在一個班級裡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說 老師發剎一張點名單 給同學 然後這個點名單上呢 可能有每一個孩子的座號跟名字 好 那麼我就會請 每一位小朋友 或是每一個國中生 你拿到這個點名單之後 老師說 請你在班上勾選 比如說五個 你最喜歡的同學 以及勾選五個 你那個 dislike the most 你最討厭的同學 提名五個最喜歡的 提名五個最討厭的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那我們就是等於是有 positive nomination 跟 negative nomination 然後各有幾名 好 那 你當然覺得這個方法很殘酷 所以呢 當我們在做這樣的研究的時候 通常做完了之後 都有非常非常多 其他的教案 比如說我們自己 我們實驗室裡面也做過這樣的研究 那討論這樣子的問題 那比如說我們去國小 到了高年級去施策 施策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給老師一個教案 那這個教案就是說 哦 因為小朋友填完之後下課就會講 你 你 你提了誰 你有沒有提我 你是提最喜歡還是最討厭 然後我們兩個有沒有互提 小孩子一定會這樣 所以除非必要 我們不隨便做這個研究 除非你覺得你的議題是很重要的 而且通過了倫理委員會的審查 那麼你做完之後呢 通常我們還會給教案 給老師 然後讓孩子們去談 什麼叫做人緣 然後人緣是什麼意義 那他對人有什麼影響 我們怎麼樣跟朋友和平相處等等 我們做很多 後續的處理 去make sure 他是一個在倫理 倫理上面是 可以讓孩子有所進步的 一個活動 那我們回來談 positive 跟 negative nomination 當我們有了這個 nomination 之後 我們把它做一些計算 那我們當然是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也可以把它減掉 當我們把 positive nomination 跟 negative nomination 減掉的時候 那當然不是說把一個人喜歡的人 跟那個討厭的人減掉 而是說我們收回來之後 我們會去算 這一個 target child 不管他說他喜歡哪個別人 討厭哪個別人 而是別人有幾個人提名他 為他被最喜歡的 有多少個人提名他是他被最討厭的 所以呢 你自己的 positive negative nomination 是算給別人的分數 而是你自己獲得的 positive nomination 跟 negative nomination 我們可以每個人都先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 我們把正向的減掉負向的 我們這個給他一個名詞 叫做 social preference 是社會偏好對不對 喜歡的人多 討厭的人等於零 那意思就是說 我都是被大家喜歡 而且被很多人喜歡 那就是我的社會偏好度 那 positive 加 negative 你想想看班上如果有35個人 然後每個孩子只能取5個 加5個 只能取10個 那你可以在班上是3.5分之1的人 被好多好多人提到的話 那也很了不起啊 不論是正或負 所以你把正向加負向你獲得的題名 加在一起 我們叫他 social impact 他的 social impact 就是說他在社會上的那個 他在這個班級裡面是有 那個衝擊性是很強的 大家都會看得到他 當我們有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把孩子畫在這樣子的一個 軸線上 我們把他放在這樣一個坐標軸上 impact 是正向加負向 所以他不可能是 比零分還要低 他只能是零分 是最低了對不對 所以 social impact 是從零分開始 沒有負向 可是 preference social preference 就可能有負向的 因為可能是正向的題名 比負向的題名要少 對不對 就變成負向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一個坐標軸 在這樣一個坐標軸底下 我們就把孩子分成了五類 第一類孩子叫做 popular 那就是你剛在 我剛說多少頁 299 頁對不對 那你就看到那些小黑點 那 popular children 你基本上把他放在 preference 很高 然後 impact 也很高 因為正向加零 還是正向嘛對不對 就是很高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他都是負向的 所以他的 preference 是負向的分數 可是 impact 還是很高 因為他負向的題名太多了 那這個呢 我們叫他 rejected child 被拒絕的小孩 那還有一種小孩子 就是說 喜歡的人也很多 討厭他的人也很多 所以呢 他的 social impact 是高的 但是問題是說 他的 social preference 趨近於零 因為正向減負向 類似是零 我們叫他 controversial 這個我叫做 備受爭議的小孩 很難講說他是 什麼樣的意思 是叫備受爭議的小孩 那當然還有一些孩子呢 他的 social impact 有一些 但是不高 然後他的 social preference 也很難說是很高 所以這些呢 在中間這一塊的呢 我們就叫他 average 就是一般的小孩 已經四類了 還有一類小孩 他其實很少被人家看見 因為他很少被人家看見 就算他有正向題名 就算他有負向題名 也都不是很多 所以呢 他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他的那個 preference 也不會太高或太低 因為他本來分數就少 而且他的 social impact 也很低 所以在這一塊的小孩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 neglected neglected 我們叫他被忽略的小孩 就是在這個班級裡面是 不容易被看到的孩子 這樣子的一個測量方法 在美國在國外 其實到了 國小到國中以後 大概到六年級以後 就很難測量了 因為他們的學校制度裡面 孩子大概到了六年級以後 就是跑班制了 你就沒有一個自己的 home classroom 那在一個沒有 home classroom 的狀況底下 其實你很難去做這樣的測量 所以國外看到台灣的 這樣子的這個班級制度 其實他們對研究者來說 是流口水的 因為你有辦法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 nomination 測到東西比較準 因為 nomination 的好處是說 孩子沒有辦法在 rating scale 裡面 就是對每個人都是高分 或對每個人都是低分 就是他的 他的測量他必須要被壓迫的 選出某些人來 通常得到的這個分數呢 就可以看得到 班級上的一個 distribution 然後看到班上的一個 這個互動的這個動態的狀態 比較能夠去深入了解 可是 rating scale 呢 這方面的資料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就是對國外來說呢 台灣的這個 這個或者是說 比較屬於東亞地區 有班級制度的 其實是他們是很 覺得很棒的 就是至少在測量上也是很棒的 當我們測出了這五種孩子之後 我們當然最關心的是去問 為什麼這些孩子會變成 popular child 為什麼這些孩子他這麼受歡迎 受歡迎的原因在哪裡 請你來說說 你一定在班上看過一些受歡迎的孩子 你覺得這些受歡迎的孩子 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 願意為大家服務 還有呢 脾氣好 男的俱女的美 還有呢 比較外向 請講一下什麼魅力 什麼樣的魅力 帶動群眾 領導力好不好 還有什麼 跑得快 體育好 還有呢 幽默風趣 剛剛還有一個聲音 功課好 字寫得漂亮 我們那個時代 我那個時代 我那個時代 我記得我念國中的時候 班上女生 我們那時候都是男女分班 我那個時代 班上 大家都流行 上課的時候在練字 那個時候沒有電腦 練字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還蠻驚訝 今天有人提到這個 字寫得好這件事情 就是時代變了 大家在電腦上面打字 我叫我們家小孩練字 他都說 現在大家都打電腦 為什麼要花這個時間 就 覺得 很難過 好 anyway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些東西 其實在研究上面 我們會發現 這個有用喔 這個也有用喔 然後這個也有用 尤其是對男生 體育好的人其實是 popular 的 然後長得俊 長得美的 是有 advantage 的 然後功課好 也是有 advantage 但是還有一些事情 也是重要的 就是說 你怎麼樣跟人相處 你體貼風趣 是有效的 就是或者是說 你能夠去 為別人著想 為別人服務 也是重要的 好 那還有 還有什麼 會讓你特別在人際關係上面 特別 popular 研究告訴我們一些有趣的說法 我要特別把它講出來 一個 就是既然是團體 你既然是一個 一個封閉團體做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他的 他一方面 他自己 他有 group entry skill 你有沒有在 也許大家 也許大一剛進來 都在同一個系 可是台大線的學生 大家很多人轉系嘛 對不對 轉來轉去到別的系 你怎麼樣去融入 一個 人家都很熟 然後你是一個心境的人 然後你可以被別人所接納 好 那這個group entry skills 其實是重要的 那什麼樣的group entry skills 呢 就是你要知道說 在進入一個團體之後 你不是先把自己的特色 特別凸顯出來 你不是去非常 demanding 的 要求別人去跟著你做所有的事情 而是你要先去了解這個團體 你看到這個團體他的特色是什麼 你也許只是去參加他們的棒球賽 然後坐在旁邊加油 那知道說大家關心的是 班上的那個棒球比賽會不會得名 那你跟著一起加油 而不是說我們去打籃球吧 那或者是說 你知道說大家的興趣在哪裡之後呢 你願意就是 開始去幫忙 慢慢的一點點去幫忙 但是你不先主導 這些慢慢慢慢進入 然後融入團體的這些 skills 是對一個人可以進入團體有用的 可是除此之外 他也會 inviting and accepting newcomers 你會發現說這些人呢 他也會顧及那些需要進入團體的新人 然後去 就是接納大家 把大家納進來加入 甚至是說在班上比較被忽略的孩子 他也願意記得他們 然後去把他們加入進來 所以這個在團體裡面 你怎麼樣在團體裡面能夠 融合大家 然後讓自己也進得了團體 其實是一個popular child 常常可以會做到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青少年期 很常有的問題 就是他們會有conflict 對不對 大家會有衝突嘛 人在一起總是會有衝突 所以呢 就會看他的conflict resolution 他用什麼樣的方法 去解決跟人家的衝突 我們會發現說 有一些被霸凌的孩子 他們之所以為什麼會霸凌 其實是他雖然被霸凌 你看他是弱者 但是他只會說 我自己好可憐喔 去告老師 或者是說他就是默默地 接納所有的被霸凌 然後不回擊 然後甚至把自己的情緒表達出來 就是弄自己很可憐 結果呢是造成那些人覺得更 有趣對不對 然後就是讓他更霸凌 更被霸凌 所以真正能夠去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的人呢 一方面就是說 在別人跟他有衝突的時候 他是願意站出來 為自己的想法 而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跟別人之間的討論 而且他會想清楚 我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他願意去想 各式各樣的方法 調整自己的行為去解決問題 是跟人家說清楚呢 還是讓步呢 就是意思也就是說這個人比較 open-minded 他覺得他有很多的不同的 alternatives 可以去解決問題 然後他也願意去跟人家解釋問題 然後也願意去接納別人的問題 在這個conflict resolution 裡面 他能夠去想想看 我到底有什麼樣的 可能性 去把這件事情解決 而且願意站出來 把他就是 真正面對他 其實這些都是讓這個孩子 能夠真的在班上去解決了 衝突之後 甚至是不打不相識 然後跟人家成為好朋友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把 popular children 分成三塊 第一塊當然是這些 這些事情 那第二類呢 是他的 跟團體本身的 就是 有關的 那第三類呢 可能是conflict resolution 的部分 以及 孩子們的這些領導力 外向脾氣好什麼什麼 你們講出來的可能 都 都是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講完了 popular child 之後呢 我們當然就要講 所謂的 controversial child 這個 controversial 意思就是說 這個人啊 在班上 既被人家喜歡 也被人家討厭 你們有沒有碰過這種人 覺得有沒有這種人 好 其實書本上沒講 可是我覺得可以現在稍微講一下 就是現在有一股新的研究 這幾年有一股新的研究呢 給這些 給有一群孩子 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 叫做 perceived popular children 剛剛我們在測 nomination 的時候 就是去測說 你自己 請問你自己 你喜歡的人 跟你討厭的人是誰 可是所謂的 perceived popular children 就是說 請你去選在班上 你覺得最受歡迎的是哪幾個人 是你覺得他受歡迎的孩子 所以是 perceived popular children 然後我們有時候就發現說 在這些 perceived popular children 裡面的孩子裡 有一些 其實是 在真正的 nomination 的測量裡面 是被分到 controversial 的 就是有些人其實很討厭他 但是不敢真的伸張 他只有在 nomination 的時候 會默默把他寫出來 但是因為這些人在班上 其實很有視力 然後他往往就是 覺得說我要是真正公開 就是跟他嗆 或是跟他對峙的話 對 這個孩子可能會覺得不利的 所以他不願意去 真的在公開的場合去承認 他討厭這個人 但是他其實默默討厭他 然後呢 這個小孩子很 popular 那你就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人呢 那我們發現說 有一些人是所謂的 他有 relational aggression 的傾向 就是這些人通常是 就是做關係霸凌的 或是關係攻擊的人 比如說 排擠人家 搞小圈圈 說人家八卦 然後總會有一群 follower 然後好像在班上 因為有一群人 所以視力很大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他只對某些人特別好 那對那些社會地位不高的人 可能是不甩的 或者甚至是欺負的 那這樣子的人呢 通常就是會變成 所謂的 perceived popular children 那他也是備受爭議的 這是第一種說法 那第二種說法呢 是說也有研究發現說 很多 controversial children 是暫時性的 social status 就是說你這個 你這個學期去測他 你會發現說 他是所謂的 controversial 可是他 eventually 他會 往這邊跑 或是往這邊跑 就是現在大家覺得他備受爭議 有人還算喜歡他 可是有人很討厭他 可是他下個學期 或是你再晚一點測 你如果做一個縱貫性研究的話 你會發現說他慢慢的會落入一個特定的地方 是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也許 後來慢慢他就改了他的缺點 變成一個真的受歡迎的孩子 或是他慢慢就越來越糟 變成一個 rejected children 這是另外一個情形 controversial child 那 average 我們不解釋 那我們來講講 neglected children neglected children 當然說忽略的孩子是不是 狀況很糟啊 然後他是不是要值得被注意啊等等的 其實過去的研究 對於 neglected children的 這個研究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研究 並沒有發現 neglected children是high risk 是有真的社會適應的問題 這過去的研究一直都是如此 就是這些 neglected children 可能是說他跟班上的活動的 同學互動比較少 然後可能比較害羞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又發現就是這些害羞啊 跟班上的同學互動比較少的孩子 其實他也許有別的group 不是在班上的group 比如說你們可能 尤其到了大學更明顯 班上有一些邊緣人 可是你後來發現 他其實並沒有這麼邊緣 因為他其實在社團裡面活動 他在社團裡面搞得轟轟烈烈的 風風火火的 然後在班上很少出現 然後在班上看起來很邊緣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麼邊緣 說起來很好玩 有一年 還有一組的青少年同學做過一個題目 青少年性學的同學做過一組題目 叫做邊緣人的探討 他們把邊緣人去分成 就是自己覺得邊 然後別人也覺得邊 然後或者怎麼樣的邊 然後去比較說 不同的邊法的人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回到主題 就是說 這些孩子其實在過去 比較早期的研究裡面 並沒有發現說 他們有什麼 特定的適應上面的問題 好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也沒有什麼high risk 就是他在班上比較不 不跟別人交往而已 可是他也有別的group 可以交往 但是現在慢慢的 就是大家 因為研究沒有跟得上 我下面要講的話 其實並不在課本上面 但是我一直在擔心一個問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你們記得在2014年的時候 抽出了一個台北市的捷運 隨機殺人的案件 對不對 你們記得這個 應該還記得這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鄭同學 他大學20出頭歲 他在捷運上面隨機殺人 後來去看他的整個的過程 大家去了解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其實 平常在學校裡面 也是很和善的一個人 他也跟朋友交往 只是說他從小到大 並沒有什麼 了不起的成就 在每一個生活圈裡面 就是說 功課也還不錯 是還蠻前段的公立高中 那可是呢 就是在那個公立高中 沒有什麼特別 引人注意的地方 就是被大家就忽略了 可是呢 就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輔導機制也不會注意到他 可是呢 後來同學們就跟他講說 就跟那個警察講說 其實他 常常都在 講說他要幹一件大事 然後有時候在講幹一件大事的時候 就會講說他要去做 什麼樣的殺人的事情 要讓人家投破血流 就有很多很 很血腥的場面會出現 好 那 當然後來就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 其實你從 換一個角度去想 就我們上次講過了 所謂的個人不朽 其實每一個青少年 都有可能有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thinking 因為他的 possibilities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認知上面 他有想到很多可能性 所以呢 去 隨機殺人 然後把別人的頭爆掉 然後去就是縱火 這其實都是一種 possibility 那為什麼這個青少年 會把這個東西 一直把它凸顯出來 一直 一直顯現出來 然後甚至到最後成為成真 那就是其實在社會結構中 的關心不足 如果有人早點發現的話 如果有人願意跟他慢慢的去 去開導的話 如果有更多的關懷的話 讓他就是 離開這條思考的線 讓他有機會去發展別的自己的才藝 得到別的成就感 其實這條線慢慢慢慢過了以後 那麼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對現實社會有更多的了解之後 也許這樣的一個思考模式 就會慢慢的消你了 那也許很多的年輕 青少年的男孩子 說不定都曾經這樣想過 但是也許你就是在成長過程中 有別的事情 有別的想法 慢慢的他就淡忘了 等到你回頭再來 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只是 年輕中的一塊痕跡而已 那這件事情在我們與惡的距離 這部電視劇裡面對不對 在台灣這麼流行 其實也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 我要說的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上 在現在這個社會上面 如果說我們要關心一個孩子 不能只靠輔導師 那是不夠的 任何一個乖乖的孩子 他都可能有一些想法 然後他也許在班上 不會被特別的注重 可是他班上不會被特別注重的時候 就是表示他可能沒什麼朋友 可能沒有什麼自我的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覺得自己有一些成就感的 然後那個identity 比較清楚的 那甚至是表面乖乖的孩子 也可能有些時候有些情緒 是需要被安撫的 那我想在座很多同學 可能都是乖乖的孩子 可是你也知道你自己 可能有一些需要被人家照顧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說你沒有被照顧到 那怎麼樣去找尋 就是大家都大了 怎麼樣去找尋到自己 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那同時可以去照顧別人 才不會讓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共犯結構 然後讓這些neglected child 或是說沒有真的被注意到的孩子 那把某一個心理上的想法 無限的擴大 然後變成是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是在現代社會 就是人與人之間比較疏離 或是說你有更多的社會媒體 或是社群網路 什麼等等 會讓孩子更疏離的狀況底下 我在想這個neglected child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需要大家注意 我其實是有一些反省的 所以我們以後再慢慢看 隨著時間 這些研究可能會慢慢出來 我們講完了備受爭議的孩子 跟neglected child之後 我們要回到我們今天真正的大主題 就是rejected children 就是被拒絕的孩子 被拒絕這件事情 或者是social acceptance這件事情 是當你去預測一個小學生 或是一個青少年的孩子 他未來長遠的社會適應 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被rejected children 真的 如果你在這個學校裡面 被認定為一個被拒絕的孩子 他將來的成長過程的risk 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更高的是什麼呢 更高的是 如果這個rejected child 他是一個high aggressive child 他是一個highly aggressive 就是攻擊性強的小孩 而且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說 從社會紀律量法裡面 找到rejected child 然後這些rejected child裡面 這些rejected children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 至少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攻擊性高的孩子 那這些攻擊性高的孩子的 社會適應呢 更慘 他是更high risk 而且呢 再來 如果他是所謂的 early onset of aggressiveness 比如說他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你就看出來他攻擊性非常高 然後又被同儕拒絕 這種early onset aggression 特別更危險 而且呢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些early onset aggressor 他們十之八九 都有非常低的verbal IQ 就是我們可以IQ 我們可以分成 尤其是 你們學過IQ對不對 Waxler 就是我們講了Binet 講了Stanford-Binet 等等的IQ 之後我們 有特別講到第三種的 IQ 的測量工具叫Waxler 如果你還記得前面的話 那Waxler 他其實是把IQ 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verbal IQ 一種叫做 nonverbal IQ 或者是performance IQ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用 語言的去測量一個人的IQ 而是用一些 比如說你拼圖拼得快不快啊 然後就是 比如說你看一張圖片 他少了哪一個部分啊 等等 那就是這些nonverbal IQ 還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些early onset aggression 他們大部分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verbal IQ 很低 那也是增加了 溝通與治療的困難 因為你沒有 語言上面你比較難去跟他 做比較好的溝通 因為他就是這個地方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 專門先來講 這些highly aggressive 的 被rejected 的小孩 他們的行為特色 以及那些不是有高攻擊的孩子 他們為什麼被拒絕 我們下禮拜從這個地方開始講起 下課 上次我們講到rejected children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說rejected children 分成兩種 絕大部分的是 百分之七八十的是所謂 aggressive children 然後另外的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是所謂 non-aggressive 的 rejected children 那些non-rejected 的 請你看到課本上的三百零一頁 上面的最上面一段 那我們稍微講一點 non-rejected children 因為上次已經跟你講了 rejected children 而且他如果是高攻擊性的話 其實他的那個 慾後就是 往後長期的適應的 預測是他是適應最不好的一種 那所謂這種 不是高攻擊的孩子呢 有一種情形 就是他非常的退縮 非常的害羞 然後呢 他在社會互動上呢 其實是我們會用一個字叫做 awkward 就是比較奇怪的 他好像在應對進退上 好像就是跟人家不搭嘎 所以容易就變成了 被人家不喜歡 然後覺得不想跟你交往的這種人 可是另外一個情形呢 也可能是他們是那個 比如說 班上的撩杯啊 然後一天到晚去告狀 或者是什麼等等的 有一些不同的情形 那可是這些 這些小孩子最大的共同特色 就是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是被拒絕的 他們對於自己的social status 非常的清楚 那可是問題是說 那些攻擊性高的孩子 不一定知道 可是這些知道他們其實是 大部分是對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班上的社會地位是清楚的 那所謂aggressive 的 rejected children 他們就會有一些特色 這些特色可能跟他們的個性有關 比如說呢 他們的情緒上面 這個概念 是比較 就是 我們叫做reactive emotion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reactive aggression 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反應性攻擊 那reactive emotion 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那個情緒反應很快 然後而且常常會有反應 然後而且呢他就是 最後就是他容易憤怒 很容易激怒他 這是一種特色 那另外一種特色呢 就是說 他們其實自己本身 有一些 attention problem 他上課的時候可能就是 不大容易專注 那因為不容易專注呢 他對課程的內容就沒有這麼的有興趣 所以他在上課的時候就會做一些別的事情 然後呢就是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那沒有辦法好好的上課 就會讓他開始 去捉弄人 去搞一些小動作等等的 然後呢 而且呢 最讓在台灣 或者東亞地區的這種 所謂這個課堂 是比較傳統的課堂呢 就是 這種人是 disruptive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然後尤其上課的時候 其實是最顧人院的 不只是顧老師院 也是顧同學院 因為大家都在被你捉弄 被你去干擾啊 被你惹來惹去 讓整個班級 班級經營 老師沒有辦法做好 那同學也 常常受到影響 所以就是 這是在華人文化裡面 更顯著的 就是你在班上是一種 顧人院的狀況 然後呢 而且呢 他們就是impulsive 很衝動 那這些 而且就是 social skill 很差 那這些都是rejected children 尤其是aggressive 的 rejected children 攻擊性強的孩子 他們會有的一些特色 那因為 講到攻擊性 所以我下面要用三種方法 來區分攻擊性的種類 這三種方法都是相對的 就是 這種攻擊 versus 那種攻擊 然後有三種的分法 那第一種分法呢 我們把它分成是主動性的攻擊 跟 我們把它分成主動性的攻擊 跟反應性的攻擊 請注意 這個主動性跟反應性呢 這邊呢 你主動你可能會覺得是passive 但是不是 因為其實passive aggression 是另外一種名詞 所謂passive aggression 是指這個人 他 完全不主動 就是說他 完全用一種 漠視 然後不反應的狀況 去面對 外界 比如說爸媽說 我們一起去吃飯好不好 孩子就是隨便你沒興趣 然後搬上參加活動好不好 沒興趣 你們去玩好了 然後他就是用一種很高高在上 很藐視 很疏離的角度 去讓人家知道說 我不喜歡跟你們在一起 我討厭跟你們在一起 我覺得你們 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就是用一種邊緣疏離的態度 去表達他的 表達他對別人的不滿 那這種叫做passive aggression 那我們暫時不談這種 所以請你記得 當我們在分 小孩子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先分 proactive 跟 reactive 那所謂 proactive 跟 reactive 的差別在哪裡 所謂 proactive aggression 我們通常是會給他一個字 叫做他是 instrumental 他的攻擊行為是有工具性的 意思就是說他想要獲得一些東西 他去揍人 他希望他揍幾個人之後 他在班上的地位會變高 然後他去 怎麼樣去弄別人 是因為說他想要讓別人 臣服於他 或是想要讓別人 把他們的好處 好東西 給錢 給玩具 給什麼 所以就是所謂的 proactive aggressor 他們是有工具性的目標 不論是社會地位上的 或者是真正的金錢上面的 物質上面的目標 所以他才會去攻擊別人 這是所謂的 proactive 那所謂的 reactive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會說他是 他的目標是 retaliate 是反擊 那所謂的 retaliate 反擊 報復的意思 就這種人呢 很容易就覺得 別人在欺負他 覺得別人對他不好 覺得別人在惹他 你從小到大的生活圈裡面 你也許會碰過這種人 就覺得說 小小的一件事 為什麼他就這麼容易生氣 小小的一件事 他就是為什麼覺得 別人都是為了要陷害他 然後他的那個 反擊的力道非常大 然後就是 然後總是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 然後一定要去 就是反擊回去 那這種叫做 reactive aggressor 好 這是第一種分法 第二種分法呢 我們叫他 Physical vs. Verbal 那這樣就很明顯了 第一個是 肢體攻擊 第二個是言語上的攻擊 那肢體攻擊跟言語攻擊呢 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 但是你可以想像得到 在一般狀況底下 男生 開始動出的可能性比較高 所以男生的肢體攻擊 比女生高 是很明顯的 在所有的研究中 都看得到的 性別差異 但是verbal aggression 就很難講了 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女生的verbal aggression 會比較多 但事實上呢 因為男生很多人在 就是 physical aggression 之前 都 都會有一些 威脅性行為先出來 你給我小心喔 下次我就來揍你了 就是會有這種 威脅性的 這個 verbal aggression 會出來 所以事實上 在很多的研究中 我們會發現 verbal aggression 不是男女很類似 就是有些時候 甚至會看到 男生比女生 可能還要高一些 這是現在會看得到的 一些研究結果 所以這是 physical aggression 跟 verbal aggression 的不同 那第三類呢 我們還是用 physical aggression 這個字 第三種有不同的名詞 在美國大部分的研究者 在研究這個的時候 他們叫它 physical vs. relational aggression 可是在歐洲 有一群學者 很多學者在研究 也是類似的現象的時候 他們比較喜歡用 direct vs. indirect aggression 直接攻擊或是間接攻擊 肢體攻擊 或者是關係攻擊 請你看到書本上的 172 頁 在 172 頁的左下角 最後一段 你會看到 relational aggression 這個字 我們來看看它的說法 它說 involves harming someone by manipulating a relationship 操弄關係 然後 behavior such as trying to make other dislike a certain individual by spreading malicious rumors 給他一些惡意的八卦 在班上講 然後讓這個人在班上受到別人的排擠 ostracizing 是排擠排斥的意思 所以你看它特別說是 him or her 所以事實上 relational aggression 在男生女生其實都有 那你們書本上有一些研究結果 但是它是根據了某些現在的 新的研究 但是我要跟你說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覺得 relational aggression 或是 indirect aggression 甚至有人叫它 overt 跟 covert 我們會發現說不論它用哪個名詞 都講的是類似的意思 我們覺得 你想想看 relational aggression 就這種很像女生會做的事 就大家一般會這樣子覺得 其實大概在 1980 1990 年代之前 當 relational aggression 這個名詞 被研究者提出來之前 全世界沒有人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一天 男生的攻擊性會低於女生 可是當 relational 這個名詞出來之後 就開始有非常不同的結果 就是說發現女生其實也是有本事的 那為什麼女生之前沒有呢 就是他們力氣不夠大 所以你跟人家來硬的 就很容易就被別人打回來 然後可能就會輸 可能你就會引起你自己的身體 可能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所以女生可能這種 relational aggression 跟演化上是有關的 所以當這個名詞被提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女生的攻擊力 其實並不差 但是現在的結果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的結果裡面 我們去累積了過去的所有結果以後 發現說 有的結果男生比女生高 有的結果男生跟女生一樣 有的結果女生比男生高 各式各樣的結果都有 那你說年齡層有沒有差別 年齡層來講的話應該是 relational aggression 剛剛開始出現的年齡 女生比較稍微早一點 原因是女生的their of mind 就是她的 就是perspective taking 她可以從別人的角度 看事情的能力 的認知發展 稍微比男生早一點 那你想想看 你要想辦法讓對方受傷 你其實是要有一點認知能力的 你是要有一點小的tricks 才能夠達得到這樣子的 能力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女生開始 知道怎麼樣 又relational aggression 稍微比男生早一點 可是這一路上 男生女生誰高誰低 其實一直都不清楚 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 就是 以所有女生的 aggression 的總量來看 relational aggression 在女生的所有總量的 攻擊行為當中 是最大一宗 就是她的百分比 她的比例是最高的 可是對男生來講 relational aggression 在男生的總量裡面 是沒有這麼高的 因為 physical aggression 還是佔了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是我們唯一知道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時候 我們發現女生的 relational aggression 跟自己比 是比較多的比例 高比例 那我們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再來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這世界上有四種人 我們來比一下 這世界上的四種人 哪一種人的人緣會最不好 一種是 physical aggression 很高的男生 一種是 physical aggression 很高的女生 一種是 relational aggression 很高的男生 一種是 relational aggression 很高的女生 請問哪一種 popularity 哪一種人的 popularity比較低 你覺得男生做肢體攻擊的男生 男生人緣會比較低 還是做 關係攻擊的男生 人緣會比較差 關係攻擊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確是發現 男生如果做關係攻擊 他的人緣是比那些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肢體攻擊的男生的 那個人緣還是要更差的 那對女生來說呢 剛好相反 就是女生是那些 有很多肢體攻擊的女生 她的 popularity 會比較差 可是關係攻擊的女生 她的 popularity 卻沒有像做肢體攻擊的那麼差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 這些肢體攻擊的孩子 就我們換個角度講 就是我們從 victim victimization 的角度講 我們從受害者的角度講 當我們碰到了高攻擊的孩子 在這個班上 然後他到處去惹人 他最後會 stick on to somebody 他就是會發現說 有些人是他的很好的目標 然後他也許有些人 其他人攻擊了一兩次之後 就不去攻擊了 那我們就會問說 當我們碰到了這樣高攻擊的孩子 在班上 你要如何的自保 那我們會說 其實這個 victim 也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 一種叫做 passive victim 一種叫 provocative victim 就是說你會當受害者 其實也有受害者的特質 那這兩種人 其實會容易最後變成 大家都明知的受害者的原因 不是沒有原因 他有某些特質存在 那我們說這兩種 一種叫做 passive victims 這些 passive victims 有的時候 其實就可能跟他的家庭背景 或什麼有關 就是家裡或老師 一直去鼓勵他 把自己的害怕表達出來 然後對自己就說 哎呀我好害怕他又來打我 然後就是我真的性情好難過 然後爸媽就一直說 鼓勵你說出來 哭出來什麼等等 尤其是男孩子 如果他一直被鼓勵 把他的弱點 一直不斷地表達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孩子 他將來繼續被攻擊的 可能性反而更高 因為他所表達的弱點 反而讓那個高攻擊的孩子 他如果是 proactive 的話 更容易覺得說 你看我一攻擊我就可以 高高在上 我就可以讓他 在很多的行為上 更看得出他的地位比我低落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會反而讓這個孩子 變成繼續的受害者 因為他的那些 就是說出他的難過 說出他的害怕等等 反而會讓這個高攻擊者 好像被 reinforce 一樣 被鼓勵了一樣 被增強的一樣 反而讓他會更容易 對這個特定的目標 做出這樣的行為出來 那你說 那你是不是就要跟他來硬的 也不是 你就是要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開玩笑的方法 用一些 assertive 的方法 用一些站出來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對我 或者是說笑笑的帶過 用一些圓融的方法去調整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到這個題目 所以這是所謂的 passive victim 另外一種 victim 叫做 挑釁式的 provocative 就是去挑釁的 這些挑釁的 victim 他其實本身 他可能就是一個 bully 他就是一個霸凌者 他就是沒事也要去動人家一下 然後就是去挑釁別人 然後呢 而且這種人常常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 reactive aggressor 他常常會對別人對他的攻擊呢 產生一種敵意的 attribution 就是敵意的歸因 就覺得說 你這樣攻擊我 或是你不小心踢我一下 我都覺得你在敵意的對我 那所以我就會打回去 我會什麼 就反而回過頭去挑釁別人 那你回過頭去挑釁別人 別人當然就是更容易 就是打回來 如果他原來對方也是一個攻擊者 那當然就不甘示弱 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有兩種 victim 就是第二種 這種 provocative 他本身常常就是 同時是攻擊者 又是受害者 那他的攻擊就是一種 老是覺得別人惹他 所以他要打回去 老是覺得別人惹他 他就是要惹回去 那就 反而槓上 然後讓對方也 更不舒服 然後就雙方 雙方 也許 也許雙方 就是也許對方 這次其實並沒有要 真的對你怎麼樣 可是你就會把別人的 所有的行為 都解釋成敵意 然後你就 也就做一些事情 然後讓對方就是想 想得覺得你好討厭 然後又打回來 好 好 那我們大概把這些 aggression 甚至把 victimization 分類之後 我們要開始講一個 model 講一個理論 那這個理論會 重複很多我剛剛 已經談過的一些現象 請你們翻到302頁 302頁的第一段的第一行 你就看到了 這個title 叫做 Social Informational Processing 你記不記得 當我在講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時候 我曾經把一些框框寫說 我已經放在這邊 因為除了我們在講 認知的時候 會講到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從 input 一路到 output 中間有好多不同的階段之外 我也加了一些框框 會跟你說 如果是這個 如果是在講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話 那就會用得上 所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意思就是一種 社會認知的模式 就是我們不是在處理數學題 處理化學題的時候 我們才從 input 到 attention 到 short term memory 然後進入 這個 working memory 然後從 working memory 裡面 拉出 long term memory 裡面的知識 然後想辦法去做一個整合 然後最後 決定我們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最後有一個 output 不只是這樣 當我們在社會事件中 平常每天的生活中 我們都可能 把一些社會訊息 做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然後意思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個訊息進來了之後 我是不是有 attention 我有了 attention 之後 然後我在 working bench 裡面 我在我的 working memory 裡面 我怎麼樣把這些 外界的經驗 以及我過去的 long term memory 做整合 然後對他做一些解釋 然後甚至想一些方法去應對他 所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也是一個 flow chart 然後也是從頭到尾的去解決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Kenneth Darch 這個人 他所謂的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裡面 到底有哪幾個步驟 請你看到這一段的 第五行的最後他有寫 There are five steps 一共有五個不同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 我們叫他 decoding of social cues 我們對社會線索的解碼 decoding 是解碼 社會線索先解碼 那解碼之後也許就會編碼 也許解碼之後你覺得不重要 你就 attention 就不再注意了 好 那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叫做 interpretation 你去怎麼樣去解釋這個社會線索 第三步叫做 response search 叫做反應搜尋 然後呢 第四步叫做 selection of an optimal response 那基本上他就是 你當然是去選擇一個最好的反應 那我們叫他反應評鑑 即選擇 你對每一個你所收到的反應 你要做一個評估 反應評鑑 然後你要做選擇 你是不是要選擇這個當作你的反應 然後最後一步是 enactment 就是真的把這個反應 真的執行出去 那我們來對這個跟我們過去 做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的時候的一些 一些名詞來做一些對應 比如說這個 decoding of social cues 他可能就是 input social cues 就是 input 然後 decoding 其實就是 attention 你是不是去做 attention 然後第二個 interpretation 可能就已經進入了 working memory 了 你怎麼樣去 perceive 這個 memory perceive 這個事件 然後怎麼樣在 working memory 裡面去解釋 然後所謂的 response search 反應搜尋呢 可能就是你已經 從你的 long term memory 裡面 拉出了你過去的一些 repertoire 你拉出了過去的一些 你的知識倉庫 然後把它放到你的 working memory 之後 去整合 看看說好 那我來搜尋 當我遇到這個別人打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反應 然後接著呢 再下一步才是去決定說 那這個反應到底好或不好 這個都是在所謂的 working memory 裡面 去決定的 然後最後再做 evaluation 然後再把這個反應真的 做出去變成一個 output 我們來講個實際的例子好了 今天發段考考卷 小明坐在最後一排 他們班呢 已經被老師的班級經營呢 把班上功課最好的同學 放在最後面 然後把那些上課會不注意的孩子 放到比較前面一點 所以那小明當然就是 可能成績還算不錯啦 可是呢他在班上就是會有 跟別人有一些不同的糾葛 那老師今天就發小明的考卷 那小明就在最後一排 那小華坐在他的前五排 你們現在人沒有這麼多 前三排好了 小華坐在他前三排 那所以小華其實很高 那小明其實比較矮 但是小華很高呢 他有時候就會坐一坐 就把他的長長的腳就伸在走道上面 伸在走道上面 然後呢老師要發考卷 那小明平常功課很好 很緊張啊 老師就叫到小明的名字 小明就往前走 然後呢因為小華的腳出來 就半倒了 然後半倒以後呢 這個時候呢 小明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來解釋這個Social Cue 他就會Decode 這個Social Cue 一種解釋 可能是 半倒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趕快我要去拿考卷 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半倒這件事情 因為他心裡想的只有考卷 所以他根本沒有進入他真正的Attention 這是一種Decoding的方式 還有一種方式 半倒了好痛喔 是誰 後是小華這個家夥 以前想要偷看我的考卷 又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對他很不客氣 覺得說這小華 就是怎麼會這樣 做這種事情 所以這是一種解釋 就是說他把我絆倒了 然後他一定是有惡意 他嫉妒我 或是說他想要弄我 然後他就要欺負我 這是另外一種解釋 那還有一種解釋呢 是說 小明覺得小華這個人還不錯 雖然有時候就是一直惹他 搞他 但是小明就覺得說 哦 你就是趁老師在發考卷的時候 班上 亂成一團的時候 想要上課的時候跟我玩是不是 好喔 你要來跟我玩 我也來跟你玩 所以呢 他就開開心心地走去 領了考卷 然後就 給他踢好幾腳再回去 這樣子 可是呢 他是笑著臉踢的 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個孩子被 被別人做了這樣的一個Social Cue 他可能是正向的反應 負向的反應 或是沒有反應 根本沒有Decode 好 那這個就差很多了 然後接著Interpretation 我剛剛其實已經講了 他如果真的有Encode 進來 真的有編碼進來 然後他Decode 這個Social Cue 之後 有編碼進來 覺得說 這是我要處理的一部分 那他就要去決定 Interpretation 就是說 小華到底是惡意還是善意 好 那惡意善意決定之後呢 他就要決定他的Goal 他就要決定他的目標是什麼 那這個目標就是Response Search Response Search的這個目標呢 就包括說 我是要給他一點教訓呢 還是因為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已經解釋他為惡意了 那我到底是要給他一點教訓 給他好看 還是 我因為上次被他揍得很慘 很難過 我想說算了 不要搞這件事情 不要把他誇大了 或說我要來暗的 我要來明的還是要來暗的 還是 還是忽略他 你就會有個Goal 然後你在這個Goal底下 你就會有不同的反應模式 比如說你要來明的 你可以直接揍過去 你也可以 下課以後去找隔壁大哥 對不對 就是說也許我後面我有大哥 你誰怕誰啊 你以為你這麼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來明的 我可以來暗的 就是我可以想一些 那你看他這麼差 你昨天有沒有被小花弄 你有沒有覺得他腿好討厭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應該一起合起來 寫一封陳情書告訴老師 可以來點暗的 對不對 或者就是說 你可以去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管這件事情 然後用明的還是用暗的 什麼樣的Goal 然後你要用什麼樣的Strategy 所以這個反應評鑑 其實就是看你的Long Term Memory 裡面 你對於處理類似的事物 你有多大的Behaviour Repertoire 你的那個行為反應倉庫有多大 然後那個反應倉庫裡面的 那些行為 到底有哪些是善意的 有哪些是惡意的 然後過去你的生活經驗裡面 這些行為要是被做出來之後 你不論是用Social Learning 就是你用Observational Learning 看到別人如果做這個行為 會得到什麼 結果 以及你自己親身經歷的結果 他都會在你的Long Term Memory 的 Behaviour Repertoire 裡面 所以你的反應搜尋 就是從你過去的人生經驗 是你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書裡面看到的 都可能 他的Long Term Memory 會 Retrieve 出來一些經驗 而 每個孩子那個背後 Long Term Memory 裡面的經驗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你 你過去從小的 就是家裡怎麼教 學校的經驗什麼 都可以讓你的 那個 Knowledge Base 你的知識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好 那你就 Retrieve 那你就會怎麼樣 做 Response Evaluation 對不對 然後你做這個反應評鑑 Response Evaluation 你就要 Selection of an Optimal Response 從中找出一個好的 那這個過程中就包括你的評鑑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 這種 aggressive 的小孩子 他是非常 Impulsive 他在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障礙 那有一些他就沒有做 他就不管了 我就直接出去了 而且他又是 Emotionally Reactive 就是直接反應 他就是用情緒反應 根本不經過深思熟慮 然後他的 Working Memory 根本不作用 那就很可能 他就抓到過去的一個直覺反應 或者是說 他的 Long-term Memory 的知識體系 太小 因為他老是被打 那他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知識體系 可以去幫助他 去做好的每一個評鑑 去衡量就是 這個是非慶重 那他就會把行為做出來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從這個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孩子 如果他的 Long-term Memory 夠大 如果他願意一步一步的 他在這個 就是他比較不 Impulsive 可以一路的走 看到可能的各式各樣的解決模式 然後去做好評估 做好計畫 思考好 我如果今天去找大哥的話 我如果去告老師的話 我會去跟朋友講的 或者是說 雖然我覺得他是惡意 我就笑笑帶過 然後用開玩笑的口氣跟他講 然後讓他覺得 我當初的 詮釋 我當初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正向的 那會不會讓這個孩子 反而他有一個不同的 表達方式 然後就讓大事化小 要小事化無 所以一方面你要自我主張 你要站穩自己 然後用一個成熟的方式 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一方面你要用一些策略 而且你要能夠評估這些策略 去讓你的行為展現 能夠有好的結果 請你看書本上的這一頁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二行後面 他有說一句話 他說 青少年其實 他們在做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就是所謂的社會認知的時候 他們有兩項短缺 事實上 所以他的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比成人差 一個是 Theory of Mind Theory of Mind 就是說 你對別人的 Mind 的 Theory 就是你是不是 就是像 Perspective Taking 類似的意思 就是你可不可以 從別人的角度 去看別人的心態 別人心裡怎麼想 所以當這個孩子 是沒有 Theory of Mind 的時候 不曉得 這個別人的 Mental State 或者是自己的 Mental State 是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通常在這個反應評估上 就會比較差 那還有呢 就是他所謂 那個 Emotion Recognition 就是他對情緒的 在認 情緒的 recognition 在認 理解可能很難 就是看到別人的 看到別人的表現以後 對別人的情緒的意義 他的就是了解會比較 比較不好 所以 Emotional Recognition 可能就是一種 Decoding 對不對 他 decode 別人的情緒 收錄別人的情緒的能力比較差 Theory of Mind 可能就是說 他的 Interpretation 詮釋會比較差 所以在前面 就是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 那個前面幾個 Step 他就已經 青少年就比成人差了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想到他後面 反應評估 他的反應倉庫 他的知識體 體系可能在 Lumper memory 裡面 也比別人小 那他如果又很 Impositive 的話 不能夠去 一步一步的去思考 他每一個行為 可能造成的後果的話 那往往就 真的造成很多後果 所以就是 這個過程 可能可以去解釋 那些高攻擊的小孩 為什麼會出問題 他用這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去解析這個 攻擊性高的孩子 他到底 在哪一步出問題 然後去幫助他們 那我們講了這個 Model 之後 我回來要講另外一個主題 那下面這個主題 我基本上會把 你們 整個學期講過的很多的理論 都放進去 那也是這學期 我課堂上 就是最後講的一個主題了 教程的同學 你如果真的跑到 尤其如果你願意去國中教書的話 你真的很容易會碰到 所謂的 rejected children 在班上大家都不喜歡的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孩子 那我們一步一步的來 當你碰到了這樣子一個個案 你要處理的時候 你如果把他當一個個案 你把他當一個client 來一步一步要處理的話 你就可以用 臨床心理學家 所處理個案的基本步驟 那臨床心理學家怎麼樣處理步驟 我們先把大步驟講出來 第一步 report 你當然要先跟他建立關係 report 我們中文把它翻成 投契 好像是這樣翻的 意思就是說 你要跟他建立一點關係嘛 你總是要跟他哈拉幾句 然後讓他信任你 讓他覺得說你是個可談的人 不要覺得你就是一個高高在上 尤其如果是一個被拒絕的孩子 他可能就是對 對這些大人 他都有一些不好的想像 然後臨床心理學家做什麼 他開始做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他開始評估 他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去 評估 到底這個孩子現在的狀態如何 然後 他要做診斷 然後最後是treatment 所以你在學校裡面 你就算沒有受過正式的心理學訓練 你還是可以用你自己有的手段來做這些 比如說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你如果不是一個心理學專業 你還是可以受到輔導師的協助 第一步你可以做一些observation 我先從report 講起好了 report 非常重要 report 就是把你的姿態放低 當你如果跟這個孩子能夠平起平坐 從他的世界了解他 那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得到他的信任 那你剛開始怎麼樣得到他的信任呢 我從開學第一堂課就跟你講說 年輕的老師 到了學校 你只要有他們的優勢 你只要去下了場 脫了上衣跟他一起鬥牛 你可能就已經 就是跟他一起 就是 馬上就 馬上就兩個人就 就就就就已經body body了 對不對 好那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對他的每天的生活 有所了解 從最簡單 最基本 最不傷他的 不要去挖他的內心哦 先問不要去挖他的內心哦 你去問他他喜歡什麼 他喜歡哪個歌星 他喜歡哪個流行歌曲 對不對 他喜歡哪個youtuber 他上網喜歡去幹什麼 就是你把這些他的生活 用他的角度去了解清楚 讓他知道 你知道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我現在老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讓學生們自己去做 我以前真的常常出去實測 我以前做 preschooler 幼兒我做的最多 我每次要 要開始一個研究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電視前面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我就坐在電視前面 去電影院 把所有當時有名的卡通人物 全部都看守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要坐在那邊 你要去做家訪 你一定要跟小朋友聊天啊 那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世界 他講什麼你要聽得懂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方法 至少我現在也還是知道防彈少年啦 但是我也只知道這一點了 所以就是 頭氣是很重要的 當你有了這個頭氣之後 下面做的assessment 你比如說我們在 記不記得我們在做那個 自我概念的時候 我有在書本上面告訴你說 誒 書本上有兩個表 那兩個表 一個是告訴你 高自我概念的人的孩子 會做些什麼行為 對不對 低自我概念的孩子 會做些什麼行為 這會考哦 會考recognition 我不會叫你寫出來說 高自我概念的孩子 他大概會 會就是 寫出高自我概念的孩子 會怎麼樣做行為 你們寫的五花八門 要助教打破頭 要去改 我是不會做這樣的事 但是我會給你做recognition 就說你覺得這個行為 高自我概念的孩子 會不會做得出來 是非題很好考嘛 記得哦 所以呢 所以這個assessment evaluation 第一個 你可以做observation 這個是你可以做到的 你觀察細心一點 然後不只是自我概念 或是說 自殺傾向 也是我有告訴大家一些線索 是可以去看的 還有 比如說你可以做一些interview 家長 客人老師 同儕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不要只找一個人問 找很多很多人問 那自然就會 這個孩子的整個的形象 他整個的picture 就會描繪出來了 然後當然也問孩子自己 就是每一個角度都去找 然後再來 當然就是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那這個可能 你可能要靠輔導士 但是你如果已經有了 前面的一些狀況的話 那輔導老師更知道 因為輔導老師可能 可能這個孩子一來 是一個 就是全 全校一千個人 所以這個孩子可能 對輔導老師來說 是不熟悉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 自己先觀察 自己先做interview 你就會讓輔導老師 知道一個大概的狀態 他馬上就知道說 那我下面要怎麼樣進行了 好 所以這是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那再來你要做diagnosis 我上次已經講了 就是孩子們 他們的心理問題是什麼 是internalizing problem externalizing problem 我們不是馬上要把他們定位到一個 特別的心理病理上面的病症 對不對 他只是有internalizing problem externalizing problem 而已 但是我們真的在做diagnosis 在學校裡面 你不要想要去當醫生 當心理師 要去給他一個診斷 診斷本身沒有用 你要做的是怎麼樣幫他 好 那就請你看445頁 444頁有一個標題 叫做resilience 是我們中文把它翻成 復原力 或者是彈性 或者是韌性 resilience 把它翻成韌性 強韌性的韌性 所以我們會 這個resilience 的研究歷史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你常常會 發現在一些非常艱險 就是困惡的狀態底下 你會看到有一些孩子 會能夠長得很好 變成一個社會上非常有用的人 然後甚至就是發光發熱 可是在同樣的艱險困惡的社會環境中 你也會看到一個孩子沉淪不起 所以從很早幾十年前開始 心理學家就很想知道這個問題 就是在一個這麼艱險困惡的狀態之下 為什麼有些孩子可以騎得來 有些孩子卻一路沉淪 到底是什麼事情幫助了他們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model 出來 Anne Mason 這樣的一個model 請你看四百四十五頁 他說你要去評估一個孩子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配備 你就知道他的韌性有多高 你就可以去預測說 那他將來可不可以像那種 我們最後看到的那個很棒很棒的人 可是他就怎麼樣從這個生活中 從困惡的生活中可以浮起來 浮上水面 然後甚至就是爬得很高 我們從三個角度去想 第一個角度是先看這個個人本身 第二個是看他的家庭 然後再來是看他在家庭之外的其他情境 他的個人 那當然就是如果說這個孩子很聰明 他可以學業保持得很好 這就是他的利基 他如果說他是一個 社會關係很好的 他的easy going disposition 他的氣質是大家很喜歡的 親和力很高的 他自己有很好的自信心 然後就是自尊 或者他有很多的才藝 或者是他有很虔誠的宗教 這些都是孩子本身 個人的利基 然後再往外推 如果他至少跟一個家人 是有非常親近的關係 很好的關係 或是他的家庭雖然困惡 但是 父母親的教養方式 是所謂的 民主權威 warm structure high expectations 父母對他有期待 但是又給他很多的接納 然後給他很多的空間 然後呢 或者是說這個孩子 他本身就是 蛇精地位比較高 或者是他這個整個家呢 有很多的家族裡面 有很多幫他的人 雖然他可能自己家族裡面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自己的家庭裡面 核心家庭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可是整個家族有很多的親戚 上一代的 或是舅舅 阿姨 什麼姑母等等 就是給他很好的照顧 那這些都是他的利跡 然後再往外 就算他自己個人跟家庭都沒有 可是問題是說 你比如說他有一些學校的活動 有一個很好的學校 然後有很關心他的老師等等 那這都會變成他的利跡 所以你可以去評估 所以我們回到diagnosis 我們用這個model 去看 一個老師 你在學校裡面diagnosis 並不是去把這個孩子 得了什麼病 什麼樣的狀態 先把他弄出來 然後給他一個標籤 不必給他標籤 你要做的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去問 What is the major problem 孩子的問題出在哪裡 第二件更重要的是 是小孩子的personal advantage 你診斷當然要做一個主速 沒有問題 你診斷是要做主速的 可是做主速之外 你還要有一個personal advantage 就是說 這孩子到底 從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上來看 他個人有什麼利跡 他的家庭有什麼利跡 他的環境裡 整體大環境裡有什麼利跡 有了這些之後 再根據這些利跡 去做treatment plan 那treatment plan 就有很多不同的內容 都是你們這學期上過的內容 我們先來講 你上過 psychoanalytic theory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問了 psychoanalytic theory 這個東西 這麼心理分析 你知道多少 你還記得多少 怎麼用 很簡單啊 你記不記得我沒有講過 defense mechanism 我雖然沒有跟你講幾個 defense mechanism 可是你可以自己去查 所有的普新課本上面都可以查得到 可是呢 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我曾經在講 defense mechanism 的時候 跟你講過一句話 就是我們做這些自我防衛機轉 是沒有關係的 每個人都會做 但最怕的就是 你很僵化 你老是使用一種 而且常常使用 都是那一種 所以這個孩子 他對一些事情的反應 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那你就要問說 他的 defense mechanism 是不是很僵化了 然後想辦法要去解決 這個僵化的問題 那你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就是會去 追溯到核心 他平常為什麼 他的適應不良 可能是跟這個有關的 好 再來 我們說過 client-centered therapy 對不對 我們上次還做過一個活動 告訴你怎麼樣 client-centered 最基本的 就是叫你不要隨便的去分析 可是你要給他很多的 positive unconditional 我怎麼先寫了這個字 對不對 我記不記得我跟你們講過要 就是無條件的 關愛 無條件的正向關懷 那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然後再來 我們講過 attachment 對不對 講過一戀關係 然後講過 attachment 到了長大之後 你會把那些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親子互動歷史 變成 internal working model 變成 一個內在運作模式 好 那這個內在運作模式 我們說每個人的內在運作模式 可能是 secure 可能是 insecure 可是我們說 到了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到了青少年期 可能是因為他有 perspective taking 然後現在也有學者呢 可以透過 就是一些團體的治療的訓練 或者是一些團體 那麼慢慢慢慢的教 青少年去 forgiveness 用寬恕 用理解 去瞭解他的父母 自己所受的困苦 而把這樣的困苦 傳給下一代 所以這也是一條路徑 那或者是說 我們回過頭來 也許 你就直接用 learning approach 學習嘛 對不對 那學習理論大家都知道 那可是呢 那個 learning approach 就是讓你學到一些好的行為 那什麼樣好的行為呢 比如說 我們說 有一種做法 是讓這些孩子 taking responsibility 讓他開始去負責一些事情 你看看怎麼樣在生活圈裡面 讓他開始去負責一些事情 那過去有一些研究 比如說 把一個青少年 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問題 但是你把他配對一個更小年紀 可是需要照顧的孩子 或是甚至一個小動物 就是比他 對他來說沒有 沒有威脅性 就是他班上同學對他來說是有威脅性的 因為班上同學可能成績比他好啊 什麼家裡比他富有啊 什麼什麼 就他的所有的 advantage 他都沒有的時候 如果你給他一個 配對一個年紀比較小的孩子 而這個孩子可能比如說是 輕度的智能障礙啊 或是什麼 就是特教班的一些孩子 你去配對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當你 當這些孩子被 給了一個責任要去照顧 這些人 照顧這些動物 而對他來說是沒有威脅性的 其實他 他會做得很好 因為他感覺到他自己的責任 感覺到他自己的成就感 而你如果 給了他增強 你不一定給他太多的外在增強 他可能就會有 自己有 internal reinforcement 因為他發現他自己的照顧 是可以讓對方生活得更好的 那這些 learning approach 就讓他增強 然後讓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用的 然後讓他自己知道他是 他的能力在哪裡 那或者呢 你也可以做 modeling 要一些願意長期 跟他在一起的大學生帶著他 因為我們說 要讓他看到一個 hope for 對不對 possible self 對不對 不是 dreaded possible self 而是一個 一個 hope for ideal self 那另外一個是 dreaded ideal self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也學過的嘛 在講那個自我的那一章 也學過的 所以這個 modeling 不論是你讓他 taking responsibility 或是用 modeling 的做法 那都是可以讓他去 感覺到說 我有一個 可見的 我也許可以達得到的未來 而且我有我自己的 這個責任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負了責任之後 我可以 我可以幫助得了別人 好 那再來 又回到我們今天講的主題了 Social 為什麼 Social informational processing 好 那就請大家回來看課本囉 請你看302頁 好 我為什麼把 把這些不同的 過去的 你們學到的東西 都把它放在一起 告訴你說 這些可以幫助rejected children 其實跟書本上的意義 是完全一樣的 請你看302頁 下面那個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social skills 的第二項 他有一個名詞叫做 conglomerate strategies conglomerate 這個字 你去查中文 就是英漢字典 他的意思叫做 密集而固結成巨塊的歷史 密集而固結成一個巨大的一塊的歷史 那個歷史石頭旁一個快樂的樂 一個石頭房然後快樂的樂 自己去查字典嘛 書本上嘛 然後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眼以蔽之 機尾酒療法 就是告訴你說 很多很多 當你在面對rejected children的時候 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我幫你複習了在這個學期裡面 你曾經學到的心理學知識 你不要覺得你什麼都沒學到嘛 都過了期中考了 這些東西你都學過了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拿來 apply 用在一個孩子身上 當你要去幫助他的時候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三個我要提的 對不起 已經下課了 我一定要把他講完 最後三個我要提的 一個就是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我為什麼要請你翻到課本呢 就302頁下面 最下面有123456 看到沒有 123456 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事情發生的話呢 老師說你可以試著做六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calm down 就你的情緒 不要太起伏太大 不要衝動太高 第二步就是 go over the problem how do you feel 先問他狀況 然後呢 告訴他一個正向的 goal 這個 goal 是正向的嘛 不要去隨便去 去報復人家 然後 think a lot of solutions 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說嘛 你要做反應 搜尋 然後再來 plan ahead for the consequences 反應評鑑 要反應評估 對不對 要做 evaluation 然後再選出 optimal responses 然後再對最後第六步 enactment 所以呢 當我們在對這些 rejected children 尤其是如果是剛好是高攻擊的孩子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解析 他在這個認知的過程中 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問題 說得簡單 你甚至可以給小孩子角色扮演 你可以帶 homework 回家給他 要他做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我上個禮拜有 上上個禮拜有講過 高攻擊的孩子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台灣 國外 世界皆然 就是真的被 identify 為高攻擊的孩子的 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 verbal IQ 比較低 就是他其實 語言能力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呢 你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忘記了 你那天心情怎麼樣 不曉得 你記不記得你有打他 那你用什麼東西打他的 BB 槍 打到哪裡了 眼睛 你那時候有 你為什麼那時候當初 他是講了什麼話 讓你 覺得不舒服 你要用BB 槍打他呢 就這樣嘛 就問不出什麼來 所以當你想要用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要去幫助這些 highly aggressive 的小孩 沒有這麼簡單 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慢慢來 他的語言能力是沒有這麼快可以出來的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不要說老師教了我很多方法 要去做 然後孩子是需要有耐心的 好 這是第五點 第六點 第七點 其實是我問過大家很多遍 就是說 什麼樣的孩子是會有高自尊的 什麼樣的孩子會 popular 的 大家都發現兩件事 第一件是 功課好有高自尊 功課好會受歡迎 第二件是 長得美 長得俊 會自我概念比較高 然後長得美 長得俊 班上的人員會比較好 這都是實證研究證實的 我也問大家 大家也會舉手講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說 他可不可以幫助這些孩子 功課當然是靠補習 對不對 靠怎麼樣在社區裡面 有什麼樣的免費家教 什麼等等 這是一條途徑 就是學校裡面的輔導媽媽 志工媽媽什麼等等 長期的輔導 這是一個可能性 功課 長相不能改變 但是其實很多孩子 之所以在外型上被人家嫌棄 是因為他不洗澡 他的衣服髒 好 那我真的碰到過一個孩子 是這樣的情形 他已經長大了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洗澡 他說老師我真的沒有洗澡的習慣 他說因為我家 我們家小時候的那個廁所 跟那個洗澡間 只有圍到這麼高 我後來越長越高之後 是一個女生 是一個女生被霸凌 他說我越長越高之後 擋不住自己 然後洗澡的那個空間很小 然後而且就是會被人家看到 所以他非常的難受 因為他覺得那種自己的隱私 就是在洗澡的時候是不飽的 然後要提熱水又很困難等等 所以他冬天就是 不大洗 然後平常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而讓他沒有了洗澡的習慣 所以這件事情你不要覺得說 不洗澡是他自己的錯 不是的 你去了解原因之後 你會發現說 一個孩子的苦 有的時候是你不能想像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 把他的外型這件事情 讓他整理乾淨 衣服能夠有地方洗 然後有地方去洗澡 然後每天梳得乾乾淨淨去學校 沒有人 沒有人是真的很醜 醜到會讓人家嫌棄的 就是長得俊長得美 是當然是很好 但是你被人家 因為外型被人家嫌棄的 那一個反面 千萬不要讓他出現 你是可以幫助這個孩子的 以上 是我講的所有的 treatment plan 我把過去的一些東西 整理給大家 那希望尤其是對教程的同學 有一點益出 因為時間很晚 我對這門課也不做什麼 最後的 conclusion 那如果有這件 就是這個課如果有 只能有一個 take home message 就其他東西全部都要忘記的話 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想如果只有一個 take home message 我要給你們什麼 我後來想到一件事可以給你們 就說我是一個發展心理學家 所以我們對 當你念過發展之後 你就要對人的看法 不論你是用行為學派 或者是 stage theory 你不論認為這個發展的過程 是 continuous 或是 discontinuous 他一定是往前進的 所以當你看自己 還有看你的情人 或是看你的父母的時候 都要相信 隨著時間 他們會長大 他們會比現在更好 所以現在的容忍 是為了以後 容忍自己也容忍別人 好 下課 好 下課 好 下課